《新長老》 掌門人新長老結婚不夠4個月 吳嘉儀慎爆 最好我養你 供樓 32歲掌門人新長老 吳嘉儀阿七 今年8月與圈外男友結婚 但新婚不夠4個月 阿七昨天出帖 表示自己不OK 但會活下去 當中提及每日被說蠢 說麻煩 說髒 被改密码所無家可歸,整衣櫃的衣服被訂出大門等等。 阿七繼續大慎,別說幸福了,連吐口氣也有困難, 再續一世嫂只有人根根計較是品德的問題, 反問自己賺錢對自己的家人、朋友好有什麼問題, 還說最好我養你,供了房子但寫你的名字。 她又指最生氣有人態度輕挑呀, 每天都對著啦,用什麼維繫感情呀。 車丸丸首度開個人音樂會,全靠好聲音燃起唱歌團火。 車丸丸憑主持中年好聲音,人氣急聲, 今天宣布在明年1月13日舉行個人音樂會。 參加華盛新秀入行的丸丸表示, 曾經歷過失聲,不能好好控制唱歌, 還因為恐懼唱歌轉戰做演員,但內心仍然有唱歌團火。 直至於好聲音擔任主持,心底裡唱歌的慾望又再度燃燒起來。 遠遠今次更獲午縱行,為她創作新歌《慈來的家冕》, 讓觀眾見證她的音樂人生旅程。 陳隱薇曬全家福,賀大兒子10歲生日,感激老公陳豪,深圳返港慶祝。 陳豪和陳隱薇的大兒子Aidan,10歲生日,Amy在社交平台貼上, 讓全家為Aidan慶祝禱,還用英文留言給兒子, 指Aidan給了她所有的第一次,感謝兒子給了這個家,和她的心溫暖。 在這十年為他們帶來很多的歡樂, 她會一直愛和珍惜兒子,直到時間盡頭。 並祝聰明、善良、橫皮的Aidan10歲生日快樂。 Amy又不忘感謝正在深圳拍劇的老公陳豪, 在週末回香港幾個小時,短暫為兒子慶祝。 然後Aidan正日生日,就剩下媽媽和妹妹和她一起過。 MIRROR演唱會中受重傷的舞蹈員李啟賢, 現時仍然在醫院留醫,她爸爸李聖林牧師, 近日罕有感和負責治療Amy的醫學教授接受網上節目訪問。 李牧師公開了Amy的時間表, 指Amy不能和正常人一樣,由晚上睡到早上, 而是斷斷續續,還要在不同時間進行拉筋。 訪問片段看到Amy接受腦磁激療法的照片。 李牧師說,Amy很專注練習,從來不膚顯。 她的治療情況算是奇蹟。 負責治療Amy的醫學教授,用戰士來形容她的鬥志。 由大讚Amy女友蘇晴,對男友照顧得無微不至,是不可多得的女生。 最後李牧師訪問尾聲,直言面對兒子的意外,會深入流淚。 表示演唱會事件是人為問題,認為不能罰款了事。 詩明開腦手術相隔一年曬照, 和大媽三個孫慶祝72歲生日。 詩明去年12月在家中跌倒,撞傷頭部昏迷, 送院後接受腦部手術,並且深切治療部留醫。 受傷事隔一年,詩明昨晚在社交平台分享, 和大媽李永漢、媳婦、三個孫和朋友慶祝72歲生日的照片。 已經刪斷短髮的她精神不錯,還留言表示今年的生日非常高興, 特別是對著三個小寶貝孫兒,感覺非常溫馨溫暖。 今年3月中,詩明曾經在社交平台報平安, 常在因為做開腦手術剃光頭, 頭部仍貼有大塊沙布在醫院床上的自拍照。 鄭嘉穎浪時間論野熱議,表底黃言志自爆,早見識雙面人。 鄭嘉穎作為鐵馬家族大哥,近年卻少有參與家族聚會。 就年二哥馬國明即將和湯樂民到外地舉行婚禮, 嘉穎受訪時也表明出席有難度,還說有些東西浪費時間,需要取捨。 雖然當事人馬明已經為嘉穎的言論解話,但仍引起網民熱議。 嘉穎過往曾被指雙面人的報導,近日再次被翻炒。 嘉穎的表弟黃言志在這個敏感時刻,在IG限時動態發問。 他寫著說:「始終都是日久見人心,幕前幕後兩個樣子其實我早就見識過, 所以一早已經放棄與這個人有任何聯繫。 如果問起我他的事,Sorry,他不是我誰,連朋友都說不上,千萬不要再問我。」 楊樂妍宣布三年抱兩再駝B, 洪永成40歲生日喊好幸福。 洪永成昨天40歲生日,近日被指載到懷孕的楊樂妍, 就在丈夫生日正日在社交平台公告喜訊,貼出BB超聲波照。 梁樂妍宣布指這是洪爸爸今年的生日禮物, 還問他上年的生日願望是否三年抱兩? 如果是,就恭喜他願望成真。 還爆超聲波的BB,柔恥族老公Surface 2號,將在明年4月初出生。 洪永成晚上出席新劇殺科宴,獲劇組送上蛋糕慶祝。 他的生日願望是太太和小朋友身體健康。 還透露將同妻女飛去台灣探望母親, 同都是12月生日的女兒和媽媽。 三代同堂慶祝,他表示自小就在台灣長大, 現在長大女兒從由他成長的地方, 很感恩也很感觸,兜兜轉轉多年,自覺好幸福。 馬國明為鄭家詠夫婦護航,高海寧被湯樂文點名接花球。 馬國明和高海寧出席劇集《非常日志殺科宴》, 馬明坦然這是他成為人夫前的最後一個活動, 之後就會飛到外地舉行婚禮。 提到鄭家詠近日浪費時間論, 連大老婆陳凱琳因為分享外遊照也被網民罵爆。 之後黃炎智又疑暗串表哥鄭家詠是雙面人, 馬明再次為事件回應,他說不知道黃炎智所說的是誰, 又為家詠夫婦護航,叫大家不要小事化大。 高海寧將擔任姐妹團對準新娘湯樂文早前預告會將花球送給她。 高靈說不會刻意搶花球,會讓給準備結婚的人, 她有請靚湯介紹男生想找合眼圓的對象。 陳展鵬四歲雷雷戴近視眼鏡, 善文猶親自回覆網民疑慮。 陳展鵬和善文猶的雷雷小珠比醒目又可愛, 心得網民喜歡。 今天善文猶是IG上載了雷雷捧著聖誕樹, 兼落手落腳親自裝飾的影片。 雖然小珠比只有四歲,但人仔細細力氣很大,不用媽媽幫忙,十分乖巧。 不少網民留言,賺小珠比很聰明。 也有眼理網民留意到小珠比戴上一副圓形的眼鏡, 擔心她年紀輕輕,就要面對近視問題。 不過善文猶就回覆說,只是玩具眼鏡。 車遠遠不知說錯什麼得罪向剪排, 她說如果對方有不開心,我很sorry。 車遠遠昨晚出席新聞女王慶公宴, 就日前而被向剪排模糊她的音樂會宣傳海報, 作筆點命招鋒, 其後向剪排回應傳媒指, 是在《中年好聲音2》謝思宴上 被那位女星不禮貌對待。 遠遠坦然一頭無水, 她表示剪排當晚主動跟她說, 她們認識了很久,她曾學唱歌。 遠遠就問她是否曾魯德的學生, 因為她不太記得和對方在哪裡認識, 當年她參加新修也是跟曾魯德學唱歌。 遠遠強調她在謝思宴上沒有喝酒, 十分清醒,不知道說了什麼令向剪排不開心。 遠遠還說, 有說過希望對方參賽日子能更長, 可惜剪排比賽的時候選錯歌。 她們當晚還有合照。 遠遠說如果對方有不開心,她很sorry。 一點點了我覺得, 你太喜歡了嗎? 才能提到ımız加班族的第三位 大家有出現的理由! 你太喜歡了我, 不客氣了! 你太喜歡了我, 我超會了我! 你太喜歡了我, 快到了! 你太喜歡了, 你太喜歡了我 你太喜歡了我, 感谢观看